牛总,前面的路好不好走 咱现在终于骑着这辆电动三轮车来到了这个真正的大草原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看这里的天,看这里的地 在这个地方人的心情都感觉特别的舒畅 特别的舒服 咱骑着咱那个电动三轮车走了七个省 现在终于来到了内蒙 我是从山东出发的 经历了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西 现在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 咱们进到咱那个小三车车里面剪毁视频 剪毁视频咱就该撤了 剪剪视频,穿上视频 咱那个三车房车在内蒙古大草原 被小绵羊给围观了 看这一群羊 他们上一步干 就是跌到头吃 它们都没反应吗 它们不鸟的啊老天啊 这个草原的风啊是真大 在那个三轮车都被刮得晃晃悠悠 晃晃悠悠 你们听一下 这外面的风真的好大呀 哇靠 下来那个太阳灯吧 今天太阳不强 有云 今天有太阳 但是一点都不热了 我自己在山里面 那个太阳晒的都感觉不到 哇我们今天又是逆风啊 昨天一天都是逆风 今天又是逆风 逆风还飞电了 咱们现在也该起床了 现在都已经啊 太失灵了 这个地方也不太好做饭了 来往前走走 看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到前面啊 找个地方去做饭 往前走 就不再在台湾 出发let's go 先进到我们小车里面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这是一个 我靠了一个被子 站到地上 拿了个小车里面 这里面也没想要收拾的 挺好挺好 不用收拾 好了 咱出发吧 出发 这个桃园上的风啊 真的是太大了 咱赶紧走吧 再不走的话 我怕一会再把那个三水车给刮倒 知道好大的风啊 呆在咱那个三水车里面啊 看那个风刮到咱那个三水车啊 晃晃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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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感觉跟地震一样啊 往前走 往前看看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往前面啊 找个地方啊 起锅烧油 现在又快该吃饭了啊 这一段路啊 还不太好走 这一段路全是泥坑啊 啊 只有走慢一点 走慢一点 这一段路不长 也就有一公里就到大瓦路了 要风不大还好 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个饭 那风一大的话 挖的全是沙尘 所以啊 做饭也不太好做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天堂 我的家园 好了 终于又走上了大马路啊 这条路还不错啊 这条路真的不错 也不像昨天啊 那个飞机弄车道不到半年 这条路啊 这个飞机弄车道还是挺开的 正好呢 这个三水车 咱得换成高速档 之前走烂木 车的滑坡的 现在高速的啊 快速前进 今天逆风老险们啊 其实逆风快费电了 就跟滑坡一样 特别费电 我去啊兄弟们 这种大车啊 一过啊 直接带着我们这个车啊 都感觉就比较飘起来一样 所以啊 这两个手紧紧的握住这个翻线盘 同志们 这里有个石化草原 听说反正是收费的啊 咱也不过去了 这么大的 咱赶紧往前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 现牛羊 好湿好湿 这些牛啊 这些羊 全是 看这个大哥 开个摩托车放牛啊 哇 开着摩托车 在草原上放个牛 其实也挺爽的 真的 这样也挺舒服的 哇 这个村太大了 不行 那赶紧走 太大了 谢谢翅膀 好握 哇 哈哈 anti 奔驰的巨猫 洁白的羊群 还有你姑娘 这是我的家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天堂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天堂 兄弟们 我的那个鞋都被风雨吹掉了 因为我发现了 咱唯一的一双鞋就毕了 现在已经坏了 但是咱可以穿啊 我去 咱也给吹掉了 这个风真的太大了 但是做饭的话 咱也没水啊 还得挡水 不知道它那边有没有水 看那些风力发电机啊 全都转起来了 这一天确实能挂不上鞋子 刚才一股风把这个炉子给挂倒了 挂倒之后直接就掉下去了 现在十一点多了 哈喽牛哥 前面的路怎么 好走不好走 门 他怎么 他怎么扭头走了 牛总 前面的路怎么样 好不好走啊 牛总 前面的路好不好走 你不会叮我吧 这牛牛好可爱 前面的路好不好走 不理人啊 走了走了 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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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全是放牛的 老铁 全是牛 小牛牛 这个地上也没多少草啊 他们在这吃也吃不到啥 真的 这个地上基本上没什么草 但是还是一直地的头在吃 真的 这个牛好大呀 好大 我靠 这个牛带脚 这应该是公牛 不是 公牛应该 那是奶牛啊 奶牛应该是母牛啊 奶牛应该是母牛啊 他那睿智的小眼神 那鼻子上吃的全是泥巴 因为那个草太小了 所以啊 这天的地也才能啃到 不然的话啃不到 他那个鼻子上蹭的全是泥 全是泥 全是泥 哇 这个风太大了 前面那个好像是一个乡镇啊 老前面 咱去那吧 去那看有没有能做饭的地方 出发 出发 不远了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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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